今年的第九號颱風 泥沙颱風已經生成了 稍早日版氣象廳以及麻生格為颱風 從熱帶性低下 你可以看到已經增強為泥沙颱風 所以在稍後 裝相局在三點半過後也會來公告 而我們看到在台灣附近 這個很熱鬧 附近過去幾天有不斷的颱風生成減弱 目前來說兩個颱風 一個就是泥沙颱風 還有一個就是在北邊的五號的一個颱風 那之前六號的庫拉颱風 從八號的三卡颱風 都已經減弱了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接下來我們要關心的就是 九號的泥沙颱風 以及五號的諾盧颱風的移動方向 還有速度 好 你可以看到 在泥沙颱風的部分 大家很關心到底會不會來兩個方向 目前你可以看到 歐洲預估的走勢 它未來是往北來走 對台灣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而美方的預測 就是會往台灣這個方向來移動 不過因為目前距離來說 都還是比較遠一點 要等到它比較靠近的時候再來看 目前來看是往北走的機率比較大 不會直接登陸 但是後續還是要再來觀察 而至於在地面天氣圖 我們可以看得更加的明顯 好 你可以看到 台灣地區目前是在高壓的影響 所以在禮拜三禮拜四來說 都是非常炎熱天氣 午後有些午後三八喉 還是提醒您如果中午過後出門 特別是中南部的山區 要活動記得帶拔傘 而另外再來看到就是 南邊其實除了泥沙颱風之外 你可以看到還有熱帶擾洞 好 兩個熱帶擾洞 其實後續要來觀察 在比較遠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個熱帶擾洞 很可能未來也會增強為颱風 尤其在週日週一 到時候更靠近的時候 對台灣來說 影響也是要密切的關注 而剛剛提到 泥沙颱風未來往北走 到底怎麼影響它往北走之後 很有可能會受到 在上面你看到這個 五號諾盧颱風 好 這兩個颱風 當它靠近的時候 可能就會產生騰雲效應 而到時候就要來看到了 當它產生騰雲效應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的強度 如果太平洋高壓增強 比較強勁的話 颱風就會離台灣靠得比較近 不過如果它是比較弱的話 它就會向北移動的方向來說 轉得比較大 所以未來我們要持續來看 不過不管它到底說 有沒有直撲 在週末的時候 是最為靠近的時間 還是要多加留意 好 可以看到 在禮拜五的時候 這個時候已經慢慢靠近了 而到週六週日的時候 颱風就在正東方的海面上 所以未來這幾天我們要觀察 不過還好禮拜五之前的話 都還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接下來這幾天 提醒大家依舊是高溫炎熱 好 再來看到 在今天我們剛剛提到 會下雨還是有機會 昨天的雨主要 南部山區比較明顯一點 至於說在今天 由北到南地區 還是都是有午後降雨的機會 熱隊流一發展起來的時候 局部地區特別山區 雨勢還是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提醒大家 特別你往山區活動的話 有可能會有吸水暴漲情形 還是要注意安全 再來看到今天各地的天氣狀況 溫度都還是很高 35、6度 北部地區你特別感覺悶熱 南部地區來說高溫33度 東半部今天雲亮不多 所以高溫34度也不太會下雨 這個時候紫外線指數非常的強 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 通通都是穩定的天氣 今天在整個東半部 還有外島地區 紫外線指數都是到達危險級 特別提醒大家 而再來我們再來提醒大家 就是泥沙颱風呢 目前已經是日本氣象廳 升格為一個輕度颱風 這張降級在稍後呢 也會有最新的動態 未來有可能往北走 也有可能往台灣來 這是歐美不太一樣的 一個預測走勢 那未來我們要持續來關注 目前可以看到 確定往北走 但是呢這個腳轉的幅度 還有走的速度 後續我們都要觀察 不過今天還是一樣 都是比較高溫炎熱 午後雷陣雨的典型夏季氣候